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没有见到一个比较多的增长的时候 我相信就算不做分派 但可能它将来的派息方面应该会有所增加 另外 第四点就是 你不买指数的话 我觉得其实腾讯来说也是一个相对上稳健的倾向 如果大家想去现上一屏 觉得港股相对上吸引 又想去进行一些部署 但又不想太高风险 而你又可以有不知加 三至五年不用 你可以放得到的话 我觉得腾讯其实是一个可以收集的股份 短期来说我相信 乘不住分派的一个消息 看看它有否有机会向好 除非指数其实就不算正 向下沉底 才有机会又被它拖回来 投资的话 相信它在这些水平下整固 其实机会程序都有一定在 另外就是你就算这份终长期 也不会太担心 除非你不买港股 你要买去港股 叫做有一个潜力 而指数升的时候 它又会升 再加上其实一直以来 它都是相对上公道 你愿意正路地和股东回贵回股东的话 其实也没有什么 哪几只的 你在港股来说 又不是完全没有的 你有很多很长期的 但是你说未来仍然给到一个 叫做资本空间 比较强一点的增长 又叫做稳稳正正 又公道一点 我觉得腾讯会是一种 比较好一点的一个选择